哈喽大家好我是辽哥 我们今天刚好有顾客订了一辆这个20寸的 我们今天来把它给开箱 顺便带领大家看一下这个20寸的有什么区别啊 跟上一代有什么区别 这个就是我们最新款的20寸4.0 来吧开箱废话不多说 直接干开箱 20寸比16寸的就是大一点 这个箱子大那么一点点 看我们包装怎么样 来看一下这个顶住啊 顶住适合发那个长途的这个 两边的两个这个卡扣 卡住它 嘿这是个银色的啊 这个银色应该也是蛮漂亮 很多很多朋友喜欢的一个颜色 20寸如果是你没有超过1米7呢 当然也能用 因为我们现在这一款啊 你看来跟从我的镜头看 这个跟我们这个20寸和16寸一样的 你看我们把这一个啊 坐杆这边哈我们把它给伸到前面去了 所以这个距离这个距离啊 这个距离啊现在和16寸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它的这个size是一样的 如果是你感觉啊 这个这个距离啊 如果太远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一个 这一粒螺丝啊 松开之后我们可以往回调这个车头 把这一个车把调到啊 相应你的舒服的位置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这一边呢也是前后可以转动的 所以说这如果是看到啊 看过我们这个啊 16寸的朋友呢 你大概就会了解我们这个20寸 当然我这个20寸再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和上一代有什么区别啊 当然我们后面这一个啊 挡泥板来看一下 这个我还没有打开啊 这个等一下是要给顾客送货的 我就不开了 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新款的一个挡泥板 真正能够防到水的 而且呢 它这个做工啊 这个材料呢 是比较柔软的 比较好的啊 比较啊 不会说啊 那么容易掉 这边是改改动过的 当然这个啊 这一个叫什么 这个叫啊 呃 架子啊 后架 我们之前的一个后架 我给大家拿一个看一下 我们之前有一款后架 哎 我看一下在哪里啊 啊 应该是在外面 我找一下 我找一下这个后架 OK 等一下啊 找一下 我刚才好像丢了一个 啊 之前那个后架呢 可能就不太 不太结实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后架呢 这是第一代的后架了啊 第一代后架就是这个东西 它是直接焊接在这个位置的 对吧 啊 也就是说我们大家推行的时候 这个东西容易弯掉 这个因为它是只是焊接到这个 这个位置嘛 它啊 撞到东西啊 或者是你啊 平时使用过程当中 比较暴力的同学啊 比较暴力的小朋友 他就会啊 没有那么结实了 对吧 这个要温柔一点 当然这一款后架 大家可以看 我是把它给直接连接在这个位置啊 啊 螺丝直接穿通 这样呢 它就是一个整体 你就算是把这一个轮子给它撞坏掉了 啊 你可能这个后架还是能保得住 啊 当然啊 很多朋友问我们这个架子能够承载多重的重量呢 啊 其实十几二十公斤都可以 当然它不可以做人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可以做人啊 这个只是说给我们大家来啊 来怎么 来啊 在啊 就是推行啊 你在个 在一个 呃 稍微轻一点的 没有问题 太重不可以啊 还有就是我们改变的就是啊 跟我们十六寸一样 来 看这里 来我们先试过来 我们看这个位置啊 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我们也是啊 处理过的 就是啊 放了几粒小白拎啊 就是我们折叠完之后 这个如果一旦这个链条磨到这个地方 它还是会转动的啊 几粒白拎放在里面呢 就是轴承啊 当然这一个后面这个架子呢 我们也是改进过的啊 就是跟那个十六寸一样 它会更硬一点啊 不容易把这个给撞弯掉 当然这个是还是要看我们使用过程当中 怎样去保护这个东西啊 这是这个迪瑞勒啊 整个车目前最脆弱的可能就是这个迪瑞勒 当然最有特点的也是这一个啊 变速器 因为这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变速来 我们先试啊 看这个看这个变速啊 这个变速呢 目前来说是我们啊 很多朋友所喜欢的 因为它真的变速一秒钟啊 一秒钟用不了 非常的顺滑 对吧 非常的顺滑 非常的顺滑 看 不会说脱泥带水的那种感觉了啊 你一按就来一按就来的那种感觉 非常棒啊 当然你上斜坡的时候也不需要啊 不需要停这个脚踏了 很多朋友问我 哎 这个外速的啊 啊 Asternal的和 Internal的和内速的到底有什么区别 区别其实非常简单 区别就是这一 这一个牙是在外面的 那个牙呢 是在里面的 两个区别就是 换挡有一个区别 就是啊 当你内速你换挡的时候 你这个脚踏不可以踩 因为那个内速的牙 它在里面是拉 拉在一起的 这外速呢 你必须要踩啊 你踩的时候 你上坡的时候 踩踩踩踩踩 换换换 就可以了 不需要脚 不需要停的啊 比较简单的一种 换速方式 比较直接啊 你如果骑过那种 上斜坡的朋友都知道 要冲嘛 往上冲冲冲 你要换换换 这样啊 就比较爽了啊 比较快 OK 这个我们改进过 当然这一个啊 这个东西啊 我们实验室可以看这里来 这个地方我们的啊 16寸 20寸 我们都有增加一个 比如说挡 挡着它 不让它开的 它什么作用呢 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我们看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就是说我们这个 座杆下来之后 大家可以看啊 下来之后 它能够顶住 我们的后插 如果我们下到这个位置 它能够顶住后插 来我们抬起来啊 来 往后 看啊 我们抬起来的时候 这个后插 它是锁住的 对吧 它锁住 它就不会开了 啊 这是 这个是一个 我们16寸 20寸都有的一个 小玩意儿了啊 当然这个前后的 前后的这个挡泥板 我们都是标配啊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站脚 因为16寸 很多朋友问我 16寸为什么没有站脚呢 因为16寸的站脚 你可以随便买得到的啊 因为有一些朋友 可能不需要站脚 但是20寸的呢 你可能外面啊 你买这个尺寸的啊 买这个尺寸的 你可能啊 因为目前做20寸的 做的比较 人比较少嘛 是吧 做的比较少的话呢 你可能就买不到 这个20寸的啊 所以我在 我在工厂 直接就做好了 这个20寸 直接把它放上去 是吧 你就省得啊 各位朋友去麻烦 还有一个这边 还有一个啊 大家可以看 我们啊 买过我们一代 二十寸和二代的啊 都大家都知道 这个做感 很多朋友给我反馈说 他做的时候啊 他比如说你的 他的重量比较重啊 或者是他的手 手力比较啊 不好的朋友呢 他做的时候 他可能会往下滑 他可能会往下滑 因为这边锁不紧的时候 这一个呢 我们就跟16寸一样 我们是特别处理过的啊 来摄影师看这个 看这个边边啊 这一圈呢 我们都把它给满汗了 什么叫满汗了 就是这一圈 全部汗到往上 汗汗汗汗 汗接到这个位置啊 满汗 当我们在这样拉的时候呢 它这一个就能夹得更紧一点 因为它的间隙会更小一点点 所以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重大突破了啊 重大突破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棒啊 因为现在这个啊 我卖了一些了啊 就是16寸和20寸 这个新啊 新款的 就是第四代的 卖了一些 就没有朋友反馈 就没有朋友反馈 说哎 这一个啊 有问题的啊 没有人反馈了 当然我们使用过程当中 也欢迎大家 给我们提出各种意见 好吧 我们一起把这个车 给改的很爽 很好用 OK 这边看完了 我们就看这个 这一个位置了啊 这一个位置呢 也是我们第一代 其实也是有 当然这一代呢 我们就把它给 镂空了一点 看大家可以看啊 镂空了一点 能够减少一点重量 再一个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 有一个小洞啊 当然这里面 这个街头里面也有 这个也有 这个小洞呢 就是我们的原创了 属于啊 它是一个放油的 因为新加坡这边 它的这个空气比较潮湿啊 或者是经常下雨啊 下雨了 如果你很久没有用的话 这个地方可能会生锈 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它给 打了一个洞 方便大家往里面注油啊 这样的话就更容易顺滑 你看我这个 这个刚打开了 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顺滑度来 你看 轻轻一推 轻轻一推 来折一下啊 轻轻一推 它就非常容易啊 非常容易 还有这个你看 这个前面啊 能看到吗 看我打开了啊 打开了 大家可以看 打开了 来我松手啊 松手 哗呦 它太快了 你看 它就可以插到这个 这个我们叫蟹钱 蟹钱里面 对吧 当然这个地方看 看一下 我们也是有一个啊 也是有一个小洞 就是给大家来放油的 这里我们新款车架里面的一个构造 当然呃 大家可以看这里 这个呢 就是我们啊 最近这几代呃 全部都有的一个配置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是干嘛用的 这个就是装水壶的 对吧 很多 很多朋友啊 买了啊 Bronton啊 买了啊 其他的品牌的一个 轿车之后 他想要我们这一支 想要我们这一支 带动的 说聊个有没有啊 我的Bronton可以换吗 我的S-Office啊 其他品牌可以用吗 答案是可以的啊 这一支是通用的 市面上所有的通用的 我拿一个杯子 给大家看一下啊 如果你是一个啊 骑行这种来 这种骑行水壶的话 骑行水壶的话 你直接卡上去就好了 看 直接卡上去就好了 对吧 当你骑行的时候 你也不需要再去找你的水壶 这样拿起来就可以 直接喝了啊 拿起来就可以喝了 喝完就可以放下 对吧 当然这种 一般这种水壶都是挤压式的 拿出来之后 对着嘴咔一挤 就可以放回去 继续啊 继续骑 非常棒的一个小小的设计 20寸的啊 好处就是更稳定 非常稳定 当然它有一个啊 这边有一个缺点 就是你看 它可以 它顶住啊 因为20寸的车身很长 啊 那个这个轮子的直径很长 它这边会顶住 如果是我们把它做的 这边顶不到的话呢 它的车身就太长了 我们骑行的时候 可能你就啊 那个那个距离就会更远了 那个不适合啊 当然16寸我们是啊 可以的 16寸是没有问题的啊 16寸是左右可以摇摆 20寸这一点是没有办法 给它突破的 如果突破这个车身 可能就全部改变了啊 就就啊 说不定就不好骑了 我没有没有去做那个东西 OK 这个就是我们 这些几点改变了啊 呃 现在来看呢 这个车是比上一代 更加扎实 更加的啊 就是啊 细节 很多细节更加到位 还有一个就是啊 这一个 其实我们上一代 也已经更新过了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个呢 用的是这个 修白铃的啊 修白铃和包白铃 有什么区别的 就是修白铃的 它更加顺滑啊 这个是你不需要 怎样去调试它 因为那个包白铃 它啊 时间长 它磨损了之后呢 如果你没有去调试 它可能会 这个车头会出现 晃动的情况 这个就不会啊 这个是修白铃 你只需要啊 保证它不啊 不进水啊 偶尔去啊 就是可能一两年 去放一点油啊 把它给润滑一下 它就OK了啊 这个这个整个白铃 也很容易换 因为它磨损的 不是这一个东西啊 它磨损的不是这个 它磨损 如果它磨损的话 磨损的是里面的白铃 这个不会磨损掉 啊 包白铃 它就会磨损到外面 如果是 它真的磨损的不行了 你就需要把这个 还有下面这个 整个换掉 就是比较麻烦 这个维护起来 也比较简单一点 啊 下面给大家折叠一下 看看它大小吧 行吧 折一下啊 我们这一个折呢 很多朋友问我 哎 不会折 到底怎么折 其实它和其他三折车一模一样 你只需要多一个步骤 来 看这里 看这里啊 one two three啊 这个因为它有九片芽嘛 有九片芽呢 因为我们这个迪瑞勒 它比较啊 它在最小一片芽的时候 比较宽 所以我们折的时候 最好是把它给放到大芽 里面的大芽 one two three都可以 现在我们放到two 就可以折叠了 来 折叠 第一步 看这里 拉开 四个轮子着地 第二步 中间打开 把前轮挂在这个车身上 前轮挂在车身上 啊 第三步 把这个车把 车把打开 让它这个车头下去 下去之后 把这个再插下去 就可以了 啊 就可以折叠完毕了 就可以提了 当然那个啊 还有朋友问我 哎 你这个有没有那个推行的 就搭马梯更容易的 这个有啊 这个你放到这个高度 你抬起来 它它一样不会散开 看到吗 一样不会散开 比如说这有个坑 你就抬起来就好啊 啊 不会散开的 这个是啊 如果你拉到这里呢 拉高一点 拉高一点 拉高一点就会散开了 啊 你必须要插到 我们现在 现在测试的是 大概18号了啊 大概18号 而且你不用弯腰的 你看 你的手臂直接放在这里 就可以走了 如果遇到一个坑 抬起来 就不会散开 当然你打开的时候 第一步肯定是这个 拉高 车把 前轮 后轮 这样就可以打开了 然后折的时候 这个脚踏 这边的脚踏 朝上 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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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个手 干起来 哇 耶 OK 如果你想试我们这个车 或者看 都可以来啊 我在这里等你 OK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can't even hear me 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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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